在山东围坊,有一个因吉他而闻名中外的网红小镇 这里是归纳、圣里哲等一大批知名乐器品牌的故乡 也许,你从国外买来的一把名牌电吉他 很有可能就出自于此 这个小镇就是被语为中国电声乐器产业基地的围坊唐物镇 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光会制作吉他,还会轻弹一首 50年前,谁能料到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能在今天依靠电声乐器活到海外 唐物镇镇长李克鹏告诉记者 唐物镇历史上并没有制作乐器的传统 直到90年代,一个韩国乐器经销商在经贸展销会上相中唐物乐器 与当地合资成立新企业 木吉他、电吉他,才逐渐在这里应远而生 一开始呢,主要是做这个密度乐器 做这个二胡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些笛子之类的 9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唐物镇这个乐器和这个韩国的一个乐器常合作 92年开始啊,我们开始就做这种这个电弹吉他 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优势就得有什么 就是从这儿它这个有技术 有技术,在一个当地人呢 都非常这个,对这个东西都很熟了 有些都是做过好几代人的 5月9日,记者在唐物镇看到 井子行的街道两侧分布着众多制作吉他的厂房 在一家名为大唐乐器的加工厂内 繁忙的生产车间里,时段时序地传来调音旋律 上百把颜色各异,造型多样的吉他 错了有志地悬挂在厂房的展示墙上 工人们经过选材,琴柄和面板制作 调音等13个执行步骤 正细心地赶制一批即将向往海外的电吉他 改厂负责人李华波介绍说 他的父亲是镇上第一代生产吉他的师傅 如今自己生产吉他,也是为了传承父亲的手艺 我的父亲是镇上第一代同时乐器生产的人 我从小呢,便看着父亲制作吉他等乐器 由于父亲的影响,我对吉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扔到之后呢,便开始转手制作吉他 我觉得也是得传承父亲的手艺 2002年的时候,我成立了自己的乐器加工厂 年轻数量大概在3万头 主要是为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做代加工生产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几家生产吉他的加工厂 其中,一家名为亚特乐器的加工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该加工厂的负责人名叫赵卫国 与唐武镇众多以代工生产为主的加工厂不同 赵卫国的亚特乐器走的是另一条发展之路 成立自主品牌,并提供私人定制服务 经过10年的发展,回头客越来越多 郑军、黄冠中等大批专业乐手都成为他的粉丝 在赵卫国的带动下,唐武镇不少企业开始模仿他的精英模式进行转型 我们最早的时候来做这个产品是给予我们当地这个环境 众多的人都是在从事的一个行业 但后来当越做越做越成熟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产品也能够跟世界一些品牌的品质方面相提 评论 从这个时候要去产生了做自己品牌的一个念头 相对在国内这些一线乐手和后期直秀 都比较看重我们亚特这个自主品牌 由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品质的控制和满足每一个乐手 乐心实用的需求这么一方面下了功夫 所以说对我们的产品认可度都比较高 历经五十余年的发展 唐武镇现分布八十余家乐器生产制造厂 联产电吉他、木吉他、电贝斯以及乐器配件近五百万件 其中电吉他产量约展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 主要向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